的需求是会把1到12月份做合并 那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我是一个总表 我要把1到12月份做分割 所以顺便 画面再介乎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想想看 不过这个暂时还没有 因为后面会讲到 因为在ESL里面的多工作表运作里面 一定会遇到就是多工作表的合并 也有可能是单工作表汇出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讯息 我今天希望按照什么 按照它的日期 里面的也许 这个是一个日期 日期里面呢 将来这样你可能遇到 按照年来集中一个工作表 那不过这一题应该是月份 如果我今天呢 要以哪个月份 同月份的资料 帮我汇出成一个新的工作表 有没有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丢过去 丢过去之后的话 那1月没有 那就跳过 2月 2月一个 3月4月一直到12月 每个月份呢 那我就资料通通把它放过去 变成倒过来 就是刚刚是汇整 现在是在输出 这个需求一定常常遇到 那只是变化 那怎么办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还有所谓的什么呢 按照捐款人 他也许很 捐款人大概就是那些好了 假设他也有很多筆捐款记录 那你要产生报表之前 你必须针对那些捐款人的资料 帮我集中在一起 那你有什么方式 可不可以快速的帮我把这些捐款人 他们到底捐的多少笔记录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有个答案 另外你也可以统计金额啦 金额比如说大于多少 小于多少啦 或者是团体还是个人等等的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它集中 那当然报表就可以自动在后面就比较好做了 所以呢 后面我们还要再谈有关于 如何把工作表做这个快速的分割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把这个资料 那里面可能会用到几个重要的方法 其实这边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叫筛选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筛选功能熟不熟悉啦 其实在ESEL里面 这个筛选呢 就是可以帮你查到你要查的资料 那里面比如说 如果这边是日期的话 假设我按一下筛选 上面呢 当然我想各位应该都有用过啦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所谓的日期筛选 那日期筛选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是哪一个月份 比如说是几月份 你也可以怎么样 不要用日期筛选 你用什么 用几月份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你要的那个月份找出来 并且产生那个月份的资料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基本上当然你不会写没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 一一样录制聚集 录制什么聚集 筛选一个月份的 有没有 这个聚集 然后因为筛选之后你要做什么 一样把结果复制 贴到新的工作表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第二个就是如何利用选择物件 新增工作表 OK 新增工作表 那新增工作表 顾名思义 选次 点add add的话 add是新增 那它会问你说 你是要新增到前面还是后面 所以你要告诉它是最后面 就after 选次 选次.com 选次.com 这样就最后一个 就告诉他说 你帮我新增到最后一个的后面 就是最后面 OK 然后呢 再来就更改名称 比如说工作表名称 也许它新增了 但是它可能叫什么 工作表 多少多少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名称改 那名称的话 就是shits.name 把它改成你要更改的那个名称 OK 然后呢 每个月每个月 那不是就自己 所以再来跑一个回圈 for i等于1到12月 然后自动不就帮你 把那个名称 通通都全部完成的吗 对不对 但是理论上是这样 实际上要怎么做 我想因为我们暂时还还没讲到 这个跟各位预告一下 这个后面再来再来提一下 就是前面是分割 后面前面是合并 后面是分割 好 怎么做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好 那我们也许后面再来带了 这个是一个延传性的题目 那再来 因为我们合并部分完成之后 请各位等一下看一下 就是在那个问题 这个地方我后面的话 就分成问题1 在云南白板里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他补充下面有 其他补充范例下面 有1到10 也许一直到那个 我们因为今天是第9周嘛 基本上还有第9 第10 一直到第18 不过18是你们要准备一个作业上来报告的 所以特别说 最后一周 就是你要准备一个 把我们所学的 找一个 自己找一个范例 有点类似像这样 反正你就做完之后 类似 你就来demo 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要做整个工作表 你就把它按下去 讲一下 到底你怎么做的 demo一下 有什么心得 就OK了 很简单 即便你把这个改一改都可以 但是不要有压力 不要因为最后一周就不来了 我只是设定一个目标 你不要 但是我是觉得 你能力可以 那你就多做 你都如果你自己觉得 自己不OK 那不就少做一点点 像之前有同学 做的现在太让我赞叹了 为什么 他把我所有讲过的东西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几乎 哇 前接的非常好 不过他不止学一期 他可能是已经学了 大概第2期 第3期 然后已经在工作 而且他也把他这个 我所学的东西 用在他工作里面 所以他一边工作 一边上班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边在用 他所学的东西 所以他刚好有实际的案例 然后刚好又可以衔接 我们这个 所以他一直用 用了之后呢 然后再改 改了之后再用 上课的时候 也一直在问问题 做出话 我觉得还蛮好的 所以他工作效率上面 应该是没什么话讲了 而且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工作期他说 工作变得非常的轻松 其实别人都很忙碌的时候 他其实好像很快就把事情做完 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 练习 VBA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应该 我想他在工作上 应该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而且他这也是他的资源 有些东西 老板可以帮你带走的 但是这些东西老板带不走 因为这是你的专业 即便你换压公司 这就是你的资源 而且现在几乎每个公司 都需要有这种人才 可以马上可以做些点东西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那请各位等一下先看一下 就是问题是工作表合并 试试看 把刚刚的范例呢 有没有办法快速的 这边有一个问题04 请你把它下载一下 那这个问题04跟刚刚 我想如果你刚刚的会做 这个是很简单的 那里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第一季 有没有 123月 请你在旁边增加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什么 请你把123月的资料 自动帮我把它合并到 第一季里面 123月 但是呢 会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发生 日期 它是 不是你复制贴过去的话 假如说是这样子 那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它这边会显示的 不是1月 不是1月1号 那我们应该 给它月份的讯息 比如说1月1号 之类的讯息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会有一个多出来的问题发生 合并我想应该没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也就是你合并前三个月 变成1月1号 转移过来没问题 但是它要需要把前面的日期 变成1月1号 1月1号 然后2月1号 这样讯息才比较完整 所以这部分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